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这一期又来是新车了 试驾的主角就是我身旁的这辆2022款的广汽本田新灵派 这辆车其实在整个市场上 我觉得是有很高的一个地位的 在这种比较经济实用且空间大的家用A级轿车里面 它绝对是一个非常拔尖的这样一个车型 那么前不久它刚刚推出了它的中期改款 中期改款之后呢 这辆车我个人认为用一个词来形容 就是本田的刀法是真的非常精准 它在该提升的地方给到了非常到位的提升 然后让整个产品看上去似乎是越急了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对它进行一个全面的体验 看一下它在更新之后到底在哪些地方给到我们惊喜的提升 大家都知道现在汽车的消费主流群体是年轻人 所以这一辆本来是很多大叔会去选择的新灵派 现在也开始变得年轻了 比如我们试驾的这一款就是新增的幻夜版 让它看上去会更加运动 另外这辆车在尺寸方面也进行了一些微调 比如它的长度相比老款就增加了10毫米 看上去会更加的协调一些 但是我觉得这辆车的精髓还是家用 所以我们进到车内去看一下 它的实际使用方面到底有什么变化 进入车内之后再一次感觉到本田的刀法是真的很精准 我们这辆是燃油版的一个高配 它给了ACC给了车道居中保持 可以支持到L2级的自动驾驶 这边给了一块9英寸的屏幕 里面内置的Honda Connect 3.0的系统 智能语音在线导航在线音乐全都支持 但是我的主驾座椅居然是手动调节的 所以本田在想什么 其实很清楚 它就把那些消费者 年轻消费者最看重的东西都给你加上了 比如说智能化的这套驾驶的系统 比如说智能的车机 但是像这种电动座椅 这种感知度并不是特别高的配置 那既然成本受限 那就给你省去了吧 但是我不得不说的就是 整个这辆新林派的一个前排的体验 依然是非常优秀的 那么主要就体现在它的空间设计 真的是非常棒了 本田大家都知道 MM里面这辆车也是贯彻的非常彻底 在我的方向盘左侧 这有一个储物台 挡扮的前方两个背座 而且这个背座虽然上面是中国台 但是它的高度是很高的 像这样一瓶水放上去 几乎是不受影响的 这里面还给了一个储物槽 你敢信吗 就是本田把能够做成储物空间的地方 都给你做成储物空间了 其他方面就比较常规了 但是这辆车真正的精髓并不在前排 而是在它的后排 我们到后面去说 这一代林派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就推出了 所以其实对于它的后排的优势 很多朋友都已经非常熟悉了 我们再来啰嗦一遍 前面是我的标准驾驶坐姿 这辆车的轴距是有RT30毫米 在它刚刚出来的那个年头 它还是绝对拔尖的一个存在 只不过现在整个A级车市场已经非常内卷了 这个轴距其实并没有特别突出 但是它的空间表现依然是非常突出的 简单看一下我的乘坐空间 腿部一二三还多 三拳还多的这样一个空间 然后头部的话 头部略行紧张啊 头部只有一拳 另外这辆车的这个前面的这个地台 有一点点微微的凸起 但是并不算特别的高 坐在中间呢影响也不大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这辆车它提供了一个中央扶手箱 然后带一个小桌板 这个桌板还带一个卡扣 可以直接卡在这 这个配置其实在老款上就有 只不过那个时候是高配的专属 而到了2022款 这个配置成了全系标配 所以你只要买0派都有这个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升级 另外再来看一下细节 它的头枕 细心的朋友已经发现了 它的这个头枕是可以自行内卷的 它的这个头枕的角度两侧 都可以进行35度以内的 无极的调节 可以在乘坐的时候 很好的把乘客的这个头承托住 其实这种配置应该是那种要到几十万 大几十万那种高端行政级轿车上面可能才会出现的这样一个配置 但是本田就是非常贴心 把它放到了一辆大概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上面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贴心了 另外后排的其他配置也算是足够给力 给了两个空调出风口 然后下面给了两个USB接口 两个接口都支持2.5A 也就是最高一炉的快充 不管多少人坐在后排开黑啊干啥的 充电都是有保障的 好吧 后排我们体验完了 接着再去看一下这辆车另外一个重要的部分 它的后备箱 比很多同级别车型好的是 新林派在后备箱给了一个开启的开关 然后掀开之后可以发现整个后备箱的空间 其实是非常大的 但是并不意味着你买到的所有的新林派 都有这么大的后备箱空间 因为它有两个动力总成 我们这是燃油版 更大的后备箱 而另外一个混动版 因为有电池的加入 它的地台会直接升高到这个位置 所以说它的空间并没有这个版本这么大 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 这辆车的后排座椅并不支持放倒 所以它的空间的拓展性也就这样了 但是它提供了一个后排可以直通后备箱的 这样一个小口 可以方便在日常就能够从后备箱拿一些物品 这算是一个比较贴心的设计 好吧 静态部分就先聊到这儿 接下来我们去聊一聊动态 聊一聊开起来的感受 看一下它在实际的驾驶的过程当中 真实的表现到底如何 现在我们进入驾驶环节 来聊一下这辆车的动力 现在开的是它的燃油版 相比之前来说 它取消了手动挡车型 现在全系都是1.0T匹配CVT 那么这台1.0T的三根发动机的脏面参数是 最大马力122匹 最大扭矩是173牛米 然后它的尾标上也标了一个180 来代表它的这个动力 怎么说这套动力呢 其实在日常的这种城市低速驾驶的过程当中 我个人感觉这套动力还挺给劲的 另外它还给了这个变速箱一个S档 就是现在我们进入S档 爬坡行驶 推背感不得不说还挺强的 如果需要更高的一个动力的话 它的转速是可以拉到5000多转去输出的 所以整个这套动力的一个调教 其实还是挺激进的 对于日常驾驶来说 就是完全能够满足你的需求 但是也仅仅是满足需求而已 我觉得这套动力用在城市里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要经常跑高速 然后经常去120公里以上去巡航的话 其实它整体给你的这种信心就不是特别的足够了 接着再来聊一下它的这个转向 转向其实我比较喜欢它的手感就是还比较的精准 变个道啊 响应都很快 然后整个底盘的一个调教 也是属于这个级别比较居中的一个水准吧 前MF新后流利良的这样一个悬架结构 偏舒适的调教 日常开起来的话也能够满足比较不错的一个舒适性 但是不要对它的这个运动性有多高的一个期待 它确实不是特别能够满足你对运动化的这样一个需求 最后要提到的一点就是2022款的新领牌 它对整个车厢的NVH的一个隔音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优化 相比老款来说 整个车厢在日常行驶当中的一个精密性要好了不少 这一点是值得点赞的 总体来说 我觉得这个1.0T的燃油对于这辆车的定位来说是非常合适的 然后日常开起来的话 其实也是能够满足这个级别用户的需求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这套动力的油耗真的非常省 最低的NEDC综合工行油耗可以做到4.9升 然后我们这个是高配满5.0升的这样一个油耗 很省油的这样一个水准 另外这辆车还有一个1.5升的混动版 我们待会在吃过饭之后会去试那辆车 到时候再跟大家聊一聊那辆车的一个动力表现到底如何 我们现在换到了混动版 简单的介绍一下这套动力总程 它依然是属于本田的第三代IMMD的这个混动系统 然后主力是一台1.5升的阿德尼森循环的发动机 换到这辆车之后 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动力响应来得快多了 而且它还单独提供了一个Sport模式 我们现在在这个模式试一下 因为这套动力的逻辑是在中低速的情况下都是电机处理 而它的这台电机呢动力是比较强劲的 而且在切换到运动模式的情况下 除了电池去给它供电之外 它的这个发动机也会运转在一个比较高功率的区间 去给这台电机供电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动力输出就比较强劲了 我觉得这套动力用在城市里面的话 开起来会更爽一些 当然如非特别需要 日常我个人建议还是放在混动模式就好 因为它这个混动模式其实开起来就已经很给劲了 然后也不会特别的突兀 比较平顺 像现在提个速度 毕竟是电机作为主角来输出 所以说整个动力的输出是特别的平顺的 除了动力的提升 这套混动系统更大的意义在于更加省油 它能够将NEDC工矿的综合百公里油耗做到4升 实际我们之前在测这台车的时候测老款的时候 实际可以开到三点几升 真的是非常省油的这样一个实力了 除了更强的动力和更加省油之外 我觉得这辆车相比于燃油版 它的整个车厢静密性做得更好 毕竟是绝大部分都是电机在处理 发动机其实参与很少 所以在这种需要急加速的时候 比如说现在因为电池电量是比较充足的 所以也用不着发动机去启动 然后去给它助力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这台车的整体的静密性 就跟一台纯电动车是完全一样的 经过今天对2022款新灵派的一个试驾 我再一次深切地感受到了 本田在造车方面的刀法精准 那么其实作为一个中期改款来说 对于一款这种比较成功的车型 其实并没有太多可以改的地方 但是本田还是在有限的成本的情况下 给产品的体验做到了足够多的新鲜感 另外再来聊一下这两款动力的一个区隔 其实我个人觉得 1.0T的燃油版和1.5升的混动版 它们最大的区别并不在于省油 其实1.0T那个版本的油耗也非常低了 而这个混动版虽然说更低 但是实际上差距并不大 二者最大的一个区别 我个人觉得在于整体的这种驾驶和乘坐的一个体验 尤其体现在它这个动力输出上的一个区别 混动版得益于电机的加入 整体的动力输出是更加畅适 而且更加澎湃的 另外的话也是因为电机的加入 它的整个车厢的MVS的控制 也要明显优于那辆1.0T的燃油版的车型 所以这两辆车其实上是很好选择 如果说你只是一个追求省油 追求空间大 然后想要一个合资品牌的A级轿车 那选个1.0T的燃油版就行了 那如果说你对用车的品质 包括动力 包括整体的乘坐的舒适性 那动版无疑是你更好的选择 其实这辆车我个人觉得不用再做过多的评价 它就是这个级别非常优秀的 这辆车 注意 我最后悉尼的车也有 有关的儿子 Adding悲喜 是2分只要